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墨西哥女足 很高兴今天能为大家现场解说这场比赛 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 横传到禁区内 这里有队友接应 这个结尾不够远啊 还有危险 防线的危机现在解除了 高度啊 压得不是特别立下 这条远射惹得当地的防空警报都拉响了 哦 是啊 好家伙 这球确实是卯足了劲 飞太远了 这个球的位置啊 已经很深了 黎颖机会非常好 好球 现在比赛才开始不久 场上的平衡就被这里进球打破 我们来看看双方接下来怎么应对和调整 有时候啊 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有效果 比如他们这次的倒三角传球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比安卡歇拉 埃斯比诺萨 控好球 耐心倒角 寻找突破 这个阵一球的位置啊 我觉得对球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动作对他个人的威胁 应该也是很大的 我觉得说不定会拿牌 这个颤球有点穷凶极恶呀 裁判及时叫停 位置很正 是个半平比分的好机会 他应该选择直接打门 这个阵一球脚把控制得非常好 门将根本反应不过来呀 漂亮的任一球 我要去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盛门的脚法 他到底是怎么打出 这样平直的任一球的 真是不可思议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黎昂 来到前场了 还在寻找机会 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能创造出机会吗 毫无压力地过掉了防守 尝试横传找进区里的队友 被防守方先处理了 就被缠走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机会出现了 快传到中路呀 这球防守方处理得很好啊 他对对手的行动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他带着球啊 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 他封堵了一次 进去边缘的攻门 这个传球啊太差了 队友根本接不到啊 马利亚桑切斯 看来他们并不打算直接进攻 而是耐心一点寻找突破的机会 直接传中了 踢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啊 双方还在拼抢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往珊珊 他凭借贤淑淑的脚下技术 持续朝前推进 他在前场拿住球 还在观察进攻的机会 不错的防守在禁区边缘 挡住了打门 这种偏太多的球啊 这守门员根本不用做任何动作 搞门员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是 本来很有机会的一个远射 稍微差了一点 我觉得这球他尽力了 但还是打偏了 再接再厉吧 马利亚桑切斯 不错啊 抢到了球权 王珊珊 这个球啊 看起来有机会 好的 他们再度取得了领先 这个球的船跑结合得非常好 刚刚好不越位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这球应该能掺透防线 好可惜 将将越位啊 团到了 也跑到了 要怪就只能怪 变才的业务能力 太出众了 李昂 他把球带向了 对方球门的方向 没什么威胁 球被门将拿到 就看他怎么处理了 门将扑到了 我都不敢肯定 这是反应快 还是条件反射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轻松地摘下了这个角球 越位了吗 确实是啊 不过这么细微的越位 都被裁判看出来了 不简单 裁判看得可太细了 这个越位很难发现 不过本来 也不是什么好机会 尝试通过大范围转移 来撕开防线 大把的人员和精力 都放在了防守上 可以打门了 他完成了梅卡尔度 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状态 是相当的满意啊 他带球成功过掉防守队员 轻松将球送进球门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全球被拦住了 中国女组弄丢了球权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球成得不错 有机会吗 球权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往双 双方还要再站两分钟 把球断了下来 直接是门 丑门员很淡定啊 没有做出任何扑球的动作 不知道是来不及反应的 还是早就知道这球会打偏 从他轻松的身体来看 可能是后者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适休息 交换场地之后 将由墨西哥女组来开球 双方开始下半场的较量 他把这个传球给断了 球丢了 这条战球非常果断 这次进攻被这次拦截中断了 安东尼奥 尝试掉防线的身后 队友成功接到了这个职赛 漂亮 球进了 现在他们只落后一个球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比较漂亮的过定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在进门柱的位置 他抢到了这次机会 把球送进了球门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黄珊珊 黄霜 黎盈 好机会 这个球传得漂亮 防守队员把球清理出去 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又传回去给队友 机会出现了 打了一脚零空 差了一点点啊 雕下感觉 上班技术都还可以 可惜没进 可惜 斯蒂芬尼梅亚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王珊珊 距离很近了 又一个他今天完成了帽子戏法 他一个人贡献了三立进球 没法阻挡了 对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来看一下他们这次进攻 可以传中一下下试试吗 传中被门将拿到了 传给了王珊珊 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化解了危机 比安卡谢拉 马利亚桑切斯 球拿不住了 对方的拼抢非常凶 王霜一脚精准地传递 队友跑位 形成了一个单刀球 门将扑到球了 但是没有拿到 球最后碰到的是防守方的队员 脚球没问题 下半场打到现在依然落后 教练尝试换上新的队员 来改变一下局面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 解围不到位啊 对手现在拿到了球权 他们现在已经摆好了架势 等待对手的攻势 这球啊 像快递员送快递一样 飞到了门将手里 这个球的位置啊已经很深了 球交给了黎颖 交给了王霜 王霜到分的机会 就看他怎么处理了 这球能进吗 我们看这球还是被门将扑了一下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攻防获得脚球 下半场比分还是落后 教练坐不住了 做出坏人决定了 好球 他们简直是势不可挡啊 已经三球领先了 我们通过回放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的角球进攻 最后的水门也不赖啊 一击投球 攻破了对方门将的失指关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2 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 球被对方截住了 漂亮 抢到了球权 漂亮的过顶挑传 这角传球会有所收获吗 漂亮的抢断拿回了球权 反击的时候到了 看看进区附近有没有机会 这球没传过去 网霜 船跑非常默契 往珊珊 直接起脚了 好球 非常漂亮的远射 太精彩了 还好我们现在有门线技术啊 来看看回放到底怎么回事 科技的力量啊 门线技术清楚地展示了 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球门线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2 这个间谍一般的传球啊 直接送到了对手脚下 м下 林玉萍 王珊珊 打十一脚远射 缛出了球门 机会好的话 打远射 阳德 其实无可厚非 对的 该传终了 再盼盼了越位 斯蒂芬尼梅亚 卡丁玛丁内斯 这是一次没必要的传球失误啊 以一己之力冲向禁区 传到了禁区里 这个结尾不够远啊 还有危险 确实是有机会啊 但是对方也确实没给机会 埃斯匹诺萨 揭幕战落下帷幕 他们成功拿到了小组赛的开门红